有民众日前发文询问 想带家人一家三口出门旅游 算一算菲律宾速物六天行程 花费大约是八万元 如果把这个钱去屏东墾丁划算吗 超级曝光之后就掀起了两派论战 有人认为国外旅游品质比较高 但对此墾丁有业者出面为国旅发声 如果是住新级饭店 餐餐吃龙虾也不用八万元 蔚然大海一望无际相当疗愈 屏东墾丁是南台湾超夯旅游顺地 不过日前却有网友询问 花八万元到墾丁玩六天划算吗 PO出贴文说一家三口四月中要出去玩 简单查一下贝律宾速物行程 机票两万四千三百元 无天住宿约三万 其他跳岛行和来回包车一万 加上吃喝宅用大概八万元 好奇若是把钱拿去墾丁 是否能玩到秘境行程 刹席曝光也掀起论战 不只民众讨论 网友也纷纷留言 有人说穷人选择出国 有钱人才去墾丁 不过也有人支持原PO体验台湾之美 墾丁也有业者实际计算 以六人来说交通住宿加上当地消费 大约七万多元 等于三个人的话 不用四万元就能玩到 中上等级的品质 以四月中旬墾丁地区的房价来看 新级饭店六天五夜 不用超过两万元 那很多优质的民宿 六天五夜甚至不用到一万元 那我天天在墾丁看着大海 餐餐吃龙虾生育片 都不用花到八万元 到底该选择国内旅游 还是国外 业者和民众看法不一 也意外让旅游话题再度引发讨论 建设四位评论报道